手機的那部分,當然要另外再加上去 所以它使用的是Kernel 並沒有像Unix一樣的Initialization 也就是說它沒有用Script來Initialize作業系統 在作業系統裡面有Init.rc 來做Initialization的時候,它都沒有 它的Initialization就更簡單 也沒有Loadable的Module 在目前的版本裡面 然後,它有Rule 5 System 在Libc裡面,它用的是BSD的Libc 而不是用G-Libc,或者是U-C-Libc 它用BSD裡面,BSD也是Unix一個版本 Berkeley的System file File System就跟大部分的作業系統類似 就這個 你看過作業系統的,那長相都是 都是 路下面 有First Level的Tree的形狀 然後 那有部分是Rewrite的 Rewriteable的File System 那有部分是Read-Ownning的 那這一部分是Read-Ownning的這個 那這個TEM跟VAR 這兩個目錄呢 這兩個Directory呢 就是在RAM Disk上面 因為這個你要特別 這個 其實這個是要仔細的考量 到底哪些東西該擺在哪裡 哪些是可以Read,可以Write 那這些 但這個因為Embedded系統都做了蠻久的 所以他們 其實他們也發展了好久 這個 你真正自己做Embedded 即使是Porting一個這個東西過來 那也還是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但我們現在看結果當然就是很簡單 Rowning Process有哪些 那這些 這些Process我想就 我們就參考一下 我們就參考一下 這是APP Process 應用的Process 那他們是在 那個Devict Virtual Machine上面 那這是 看他的 這個Process Run的 時間 時間 那這是 他的Memory Map 這個熟悉 Unit Linux的話 都可以這個 可以看到這些訊息 那 在User Space裡面呢 他的Memory的配置是怎麼樣的呢 那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 最 最 最上面 那這邊有 Application的Process 然後呢 這邊是 Java Application 還有這個Resource Data 在這邊 那這一塊是Share Library 在NativeCode的Share Library 這是 下面的Live-C 這些東西 在這裡 那 這個Linker Linker Linker 這邊 這邊 Fire Mapping的時候 就是在這一塊範圍裡面 在做 那 那在這邊 Some Memory of Execution Attributes 那這邊是No Memory of Execution Attributes 對 這是Java的 Java的這個 Application 那這邊是Share的 這個NativeCode 所以Memory Map長相 那 其實 這邊 這邊這裡 就跟語言有點關係了 就像 像這個 像 像Java裡面 就會 我們有一個物件 我們宣告物件 我們會New一個物件 對不對 那 Python裡面為什麼沒有New一個物件 Java裡面為什麼要需要New一個物件 因為Java為了它 主要是在Virtual Machine裡面 它在Heap跟Stack的使用 它沒有辦法分開來 那它這個 它把那個Heap Heap跟這個 主要還是Java葉民 Heap跟這個 Stack的 用 物件 物件有時候要用到Heap 也要用到Stack 那這個 它用New來做一個 做一個區別 那 跟它裡面要用到的這些物件 做個區別 那 那可是在這個 像Python裡面 它很多東西都是都精簡 但Python裡面也有不精簡的地方 Python裡面這個 有些 譬如說Self 它有些 就有些東西 每個語言 有些東西它把某些東西藏起來 那有的語言 它把某些藏起來的東西 要你特別要表述出來 那基本上大概是 差別 就Programmer而言的話 你的感覺差別是 為什麼我在那個語言裡面要做 在這個語言不要做 或在那個語言裡面做 在這個語言不要做 那這個 常常是跟它下面的這個 它的Virtual Machine的那個架構 是有關係的 然後跟 它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是有關係的 它要設計成動態 要設計成靜態 它或要留給你 留給Programmer多少空間 也是有關係 好那這是一個Memory Dump 它的Usage 這個 就是大家參考一下 這個 用Top command 然後 這個 在Debug裡面 來看 來看這個Memory的Usage 那Android 它的 核心的C C++的Library 那Systems的C Library 是BSD Drive Implementation 然後這個 然後是特別 Tune for embedded Linux based device 那Media的Library 所以呢 Media Library 是 OpenCode 的演變過來的 然後 Media Library裡面 在Media Library裡面 基本上 各種Media的 Play啊 播放啊 當然都會Support 所以就會有這些 那 Service Manager Service Manager Service Manager 就是你所有的Display Subsystem 然後這個 2D 3D的Graphic layer 這些都是Service Manager裡面 管 就是管Displays 管這個Display的這個 呈現的部分 WebCore 那我這個 WebKits 這是由WebKits來的 管 那 SGL 這2D的 這3D的 這個 那FreeType 我們剛剛有看到 這BeatMap VectorFunds Rendering 就是這個 因為字型的Rendering是特殊的 就說你 不用跟會圖的一起做 字 字是 字又有很多啦 所以字型的這種 FreeType的這個Funds 就是 單獨的一個Library SQL line 這沒有問題 那整個Application Framework裡面包含了 一些很多的Service 跟系統 對 包含了這個 有很多的這個View 那些View呢你都可以用來 建立 List 那這種View 基本上 整個趨勢是什麼呢 整個趨勢是 因為我們現在 現在Web的發展 也不只是Web啦 現在所有的應用發展 都會 都要考慮到 要到不同的Device上面去 對 那 所以 所以那個View的那個部分 每一個Device 譬如我在手機上面要用到的 或是我在 Facebook的那個環境裡面 要用到的View 或是我要在 哪一個應用裡面 或是在Twitter裡面 或是 Twitter太小了 我說Facebook環境裡面 要那個View 那每個 都不太一樣 所以呢 為了這不同的View 他們都會做一個特別的Markup Language 專門來Specify這個View Flash裡面也有 對 然後這個 就是說你View的這部分 那根本的在上一層的觀念就是 Model View Controller分開 所以 所以像在 不管是Ruby on Rail 或是這個 Django 這種 這種新的 這種 其實也不新了 這一類的 Web的Framwork裡面 它一定都會把View給切開來 那在Device Support裡面呢 它就把View變成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單獨的 就你要怎麼Specify View 不是用 原來的這個HTML來寫 你用原來的HTML 當然它就 它基本上是FollowHTML的語法 但是 但是在這個Device上面呢 那你用它的View呢 你可以做到 它Support比較多的這種元件 所以這個View是在這裡 那然後 Content Provider Content Provider它讓